拥有台客第一天团封号的金之眼设今年已经20岁了 20周年他们要演出经典大戏《铺龙公开灰》 铺龙公是台湾话意思是看起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但是让你觉得又可亲又可爱的人 这出戏除了原版人马之外还邀请了金曲歌后曾心梅 邀请大家一起欣赏台湾可爱的草根文化 充满台湾乡土味的服装配上经典歌曲《宝岛漫步》 还不时在跳舞中穿插魔术表演 这是金之眼设的经典戏剧《佛浪拱开花》 这次担任女主角的是金曲歌后曾心梅 她说这出剧让她找回当年的少女情怀 理念剧中的男主角阿宅 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说 原来被人家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 这是金之眼设二十周年的巡回表演 演员几乎都是七年前的原版人马 让整齣剧能够更完美地呈现出来 金之眼设成立于1993年 在台湾拥有台客第一天团的封号 哇 出头大学比较的 带你来去 普朗港 他们将戏剧结合艺术与在地文化 让观众能够更亲近的方式接近艺术 创立人王荣裕说 让大家在看戏的时候一起笑一起哭 是他们最感动的事情 王荣裕说目前过世的剧场大师李国修也一路支持他们 本来因为李国修失事要取消20周年的记者会 但想到国修老师不会希望他们停止演出 于是金之眼设还是决定照常举办 他们之后还会继续用戏剧将台湾的在地文化表现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